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全球首个功能智能材料研究院 未来十年将获得两亿元的资金展开科研 研究院还将培养本地和全球顶尖科技人才 这也是本地第六所卓越研究中心 国大新成立的功能智能材料研究院 希望通过材料研发新科技 以智能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和适应 占地8000平方米的研究院共有四层楼和约20个实验室 主要为电子和储能产品设计新材料 如无需传感器就能自动检测蓄水池是否污染的膜过滤器等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1亿元资金 研究院也获得国大1亿元的资助 希望能拓展新领域 为我国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教育部长陈振生也受邀出席研究院的开幕仪式 并参观相关的设施 绝对 绝对